大家好我是Albert 不知道你們大家在各大的酒莊 或者是在餐酒會的時候 或是甚至在如果你有去葡萄牙旅遊的時候 在許多餐廳會看到很多的小小的裝飾品 甚至在我們的紅酒瓶上 會看到像這樣一隻的化工機呢 那為什麼葡萄牙人會常常在他們的家裡 或者是一些餐酒館會看到這一隻公雞 其實這個可以追溯到我們的百年前 在我們葡萄牙 有一群朝聖者他們經過巴塞龍斯這個小鎮 那他們可能在用餐啊 或者是在一個途經的時候 他們被人家誤以為他們偷了東西 他們竊盜了 結果被當地的執政者 或者是當地的居民他們審判為 他們必須要受死 必須要處以僑刑 那他們在被判為要處以僑刑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很納悶啊 其實非常的無辜喔 那他們說他們明明就只是 經過這個巴塞龍斯 為什麼我們要被處以僑刑 或者是死刑那麼可怕的刑責 於是他們被審判的過程 然後甚至要準備去送往刑台的路上 他們就宣告了說 如果他們在刑台上 如果他們今天是清白的 那那個審判桌的桌上的那個公雞 已經被烤焦的那個公雞 要準備送到嘴巴裡面當食物的那個烤雞 他就會起來咕咕咕叫 那這個就代表說他們為他們爭冤 代表這些 朝聖者他們是無罪的這樣子 於是在當天下午 他們被送往刑台的時候 欸很神奇的是 那個公雞 那個烤雞他竟然飛了起來 他飛了起來 他就咕咕叫說 這些人他們是無辜的 於是啊所以這個故事就代代相傳 一年傳十年 十年傳百年傳到現在 這個花工機他的這個裝飾啊 就被當地的人 甚至被葡萄雅人 勝而象徵為公平正義和平的意義的象徵喔